大家好,欢迎来到史前述,我是阿祖 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里 老虎这种凶猛的野兽应该在自然界是所向披靡的 虽说站在生物链顶端的是人类 如果不靠智慧,只是单纯的肉搏 估计人类就算个中上层生物罢了 在阿祖心里 从没把老虎与灭绝这两个字挂钩 但实际情况确实不然 如之前阿祖影片中介绍的巴黎虎 包括我国的东北虎也都被列为了国家保护动物 今天阿祖给大家带来的是爪蛙虎的故事 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过这个名字 因为它是被传世界上现存最大蜥蜴科莫多巨蜥的天敌 科莫多巨蜥性格凶狠,爱吃腐肉 擅长用毒液攻击敌人 一旦被咬,九死一生 但就是这种对科莫多巨蜥有着天然血脉压制的大猫 却因人类走向了灭绝 爪蛙虎在所有老虎当中体型属于比较小的那一种 甚至比孟加拉虎还要小 而它也因主要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爪蛙岛而得名 爪蛙虎属于纯粹的热带岛屿虎 它们喜欢在热带地区生活 爪蛙虎的体型较小 是全世界所有虎类中体型第二小的 这里阿祖突击检查一下 体型第一小的是谁呢? 阿祖的其他视频中有答案哦 爪蛙虎的体毛颜色较浅 并不是许多虎类是成熟的橙红色 而多以浅黄色及橘红色为主 爪蛙虎的身上分布有许多横向的条纹 条纹颜色多以黑色及深棕色为主 爪蛙虎的一大体态特征 就是鼻子的骨头较长 并且鼻头为较嫩的粉色 同时长有少数黑色的斑点 爪蛙虎的外表同近亲苏门达腊虎相似 毛很短 纹路很深 经常两条纹路变成疑速 但身上的黑色条纹较密 有趣的是 爪蛙虎面部的胡须 也是虎的九个乙之亚种里最长的 爪蛙虎分布在 爪蛙岛的南部山地丛林中 其视觉听觉和嗅觉都很棒 它对气候条件不挑剔 只要有隐身处水和猎物就可以了 并不像豹子那样过分依赖森林 爪蛙虎除了在繁殖季节 雌雄一起活动之外 其他时间全部毒吸 并且每只需要100平方千米的活动范围 说起活动范围 相信大家也猜出它灭绝的原因了 20世纪初 爪蛙岛上还生存着近万只爪蛙虎 那时的虎群有10万只左右 但随着20世纪 亚洲各生态环境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再加上人类对老虎栖息地的侵占和疯狂捕杀 当时的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 这些殖民者看到爪蛙虎背后的发财之路 对它们进行疯狂的猎杀 并把爪蛙虎的皮毛制成皮衣 骨头制成药或药酒 在40年的时间里 原本近万只的爪蛙虎迅速减少了8000多只 除此之外 人类活动也加速了爪蛙虎的消失 1945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 爪蛙岛上人口数量激增 使得爪蛙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此时的爪蛙虎已经不足50只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 爪蛙虎已不足20只 而人工饲养的爪蛙虎也没有繁殖成功 据记录 1972年爪蛙虎仅剩9只 1979年推算只剩3只 1982年最后一只野生爪蛙虎死去 1983年6月 最后一只人工圈养的雌性爪蛙虎 在雅加达动物园去世 1988年印尼政府正式宣布爪蛙虎灭绝 但在近几十年来 多次传出了疑似爪蛙虎重现的消息 这些有可能见到爪蛙虎的人 有普通村民 有游客 甚至也有护林员 他们有时见到了一只大猫身影一闪而过 有时无意间拍摄到了不是很清晰的大猫照片 在2017年 爪蛙岛上马荣格库龙国家公园的一位护林员 拍摄的一张大猫照片 就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 莫非爪蛙虎没有灭绝 由于护林员的拍摄地点 距离这只大猫较远 我们只能见到一个模糊的大猫身影 但尽管照片模糊 熟悉大型猫科动物的人 还是应该能一眼识别出来 这只大猫不是老虎 只是一只豹子 不过当地的科学家 还是仔细对这张照片进行了鉴定 最后才确定它不是老虎 而是豹子 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已经有数十个一次爪蛙虎重现的消息 但没有一个得到证实 有时科学家还会组织团队 到一次出现爪蛙虎的地点进行探险 但都是无功而返 随着虎种的相继灭绝 让苏门达拉虎成为了印尼境内 唯一存在的虎种 但是目前野生苏门达拉虎的数量也只有400只左右 如果当地人再不重点保护 很快苏门达拉虎也将消失在这个地球上 在动物世界中 老虎是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 有专家认为 老虎200年前起源于亚洲东部 后来区域扩散 逐渐演变成9个亚种 现如今9个亚种只剩下6个 在亚洲除了印尼之外 中国也是分布虎亚种最多的国家 但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因为目前中国境内分布的野生老虎可能还不足100只 纵观世界 在短短几十年间 野生老虎从原先的10万只 到如今的不足4000只 大多数是为了得到老虎身上的皮毛 骨头以及牙齿 而有些人单纯的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捕猎技术 不惜将冰冷的枪支对准这群可爱的生物 在森林里 老虎一直被称为万兽之王 但在现实中 它们唯一的天敌就是人类 在2010年11月 俄罗斯圣彼得堡保护老虎国际论坛上 13个全球野生虎分布国联合发表了 全球野生虎分布国首脑宣言 将每年的7月29日定为全球老虎日 共同努力保护野生老虎以及它们的栖息地 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老虎 我国建立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在这片占地面积约1.46万平方公里的家园中 东北虎的数量正在稳步增加 2017年试点的时候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 只有27只 但随着这些年的发展 如今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数量 已经增加到了50只 其中还有10只幼虎 这证明了 无论什么动物在远离了人类之后 依然有能力存活在这个地球上 而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处信息显示 东北虎豹向西已经扩散到了吉林郊河 舒兰一带 向北已经扩散到了密江饶河一带 不过我国野生东北虎数量想要快速恢复 单靠这50只个体繁殖还是不太够的 由于我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北虎接壤 所以如果能将俄罗斯的老虎吸引到这边来 也是一个促进东北虎数量的方法 而类似的例子确实有发生过 就在2019年1月 一只雌性东北虎带着它的三只幼崽 不远千里从俄罗斯来到中国东北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环境得到了野生东北虎的认可 好了 今天关于找蛙虎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喜欢阿族影片的不要忘记点击订阅 并按一下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